第601集 啪啪啪啪 一阵热闹的连续爆炸声响起 狂刀三浪泪流满面 但他这不是后悔或是悲伤 三浪作死从不后悔 这仅仅只是因为痛得受不了了 而留下来的透明泪珠 痛啊 这是连无品灵魂都无法忍受的剧痛啊 狂刀三浪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撑到了极限 然后啪的一声巨响 他的身体就如同被扎破的气球一般爆掉了 药师兄竟然真的这么狠心呢 太残忍了 要死了要死了 爆炸后我真的要死了 正当狂刀三浪这么想着时 他的身体爆炸后却只是像退了一层皮一样 在爆掉的表皮里面 又有一个全新的白白嫩嫩的狂刀三浪长了出来 紧接着 这个新的狂刀三浪再一次迅速被撑大爆开 如此反复循环 众人听到那热闹如爆竹的声音 其实就是狂刀三浪一次次爆炸所产生的声响 每啪一声就代表着狂刀三浪爆炸了一次 平均每一秒三浪都会爆炸二到三次 而这一阵可怕的爆竹声一直持续了接近半分钟 狂刀三浪感觉自己至少爆炸了一百七十余次 每一次的爆炸都会消耗狂刀三浪的体力和灵力 一百七十余次爆炸过后 狂刀三浪已经虚弱无比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啊 终于爆炸声停息下来 爆炸声虽响但爆炸的威力不大 三浪身上的道袍都没有被炸毁 三浪感觉自己周身似乎多了一层厚厚的皮甲 啊不 那不是皮甲 那些都是在爆炸中死去的旧的狂刀三浪啊 要是 狼某和你施不量力 狂刀三浪心中暗道 等药师和江紫燕婚礼结束后 他一定要想办法送上一份大礼 他的脑海中已经有了好多想法 只等脱身后就实施 正当狂刀三浪思索之际 他的身体再一次膨胀起了 卧槽 还有完没完啦 还来 不过这次膨胀后 他的身体没有再爆炸 只是让狂刀三浪充满一个热气球挂在了空中 紧接着从他身上爆开了十几条喜庆的红布 将他整个人笼罩其中 每一条红布垂下展开 上面都写着喜庆的祝福语 狂刀三浪无语了 下方 药师饰演的风川子 牵着江紫燕饰演的慕容画 一步步往结婚场景行去 在这期间 雅各布导演还专门给狂刀三浪安排了一个特写 虽然这个婚礼场面弄得有些不伦不类 但是他拍的又不是古装剧 而是在平行空间的另一个未来世界 所以就算安排一个现代风格的婚礼 也没什么问题 婚礼的男女主角入场 药师的父母眉开眼笑地坐着 他们坐在这里老久了 就等着儿子药师进屋 药师的父母一头白发 不过容貌看上去却还是很年轻 他们的修为并不高 都只有三品境界 事实上如果是普通的三品修饰 到他们这个年龄时 差不多已经寿源将近 不过药师用了严寿的丹药 大大的延长了父母的阳寿 也正因为如此 药师的父母一直期盼在有生之年 能看到药师结婚 再生几个胖胖的孩子 没有狂刀三浪捣乱 剧情拍摄得很顺利 风川子和慕容华完成了婚礼 药师和江子嫣也趁机定下了名分 江子嫣在婚礼进行的过程中 也没有忘记外面的摄影机和电影剧情 他还是很尽责地将慕容华这个身份演好 从一开始眼中带着期盼 期盼着主角灵液能够及时出现 到后来眉宇间出现淡淡的忧愁 到最后心如死灰 和风川子完成了婚礼 因为心情很好的原因 江子嫣演得很出色 整段剧情是如行云流水般拍摄完成 导演雅各布很满意 至此今天的电影拍摄告一段落 电影的拍摄暂时结束 但九州一号群的宴会却不会就这么结束 毕竟今天可是药师和江子嫣大婚的日子 江子嫣早就暗暗布置好了酒宴 虽然菜只是出自于普通仙厨之手 但酒却全是好酒 江子嫣为了今天已经准备了好多年了 这一夜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以及宋淑航和他的好友们 还有剧组的成员全都喝了个痛快 高某某和剧组的普通成员很早就醉了 被灵蝶尊者的下属送到了各个房间休息 宋淑航在喝得差不多后 摇摇摆摆地出了门去寻找药师 他本想找到药师前辈后送他一份礼物 当作是庆贺药师前辈大婚的贺礼 礼物他都想好了 前不久药师前辈不是向他询问要几百年份的葱苗吗 他手中正好有新鲜的葱苗啊 不过半醉半醒中的宋淑航没有找到药师前辈 也对 药师今天刚和江紫嫣完成了婚礼 说不定正春宵一刻值千金呢 于是宋淑航又摇摇摆摆地准备回自己的房间 出了大门 他看到北河散人和洛晨真君 正在将狂刀三浪从空中拉出来 北河散人呵呵笑道 三浪还活着吗 在九州一号群里 北河散人和狂刀三浪的关系 其实还蛮不错的 宋淑航还记得他刚加群的时候 每次狂刀三浪前辈作死时 北河散人都会提醒他一下 让他不要作死过头 死时依旧圆滚滚的狂刀三浪 脸色苍白虚弱一笑 看样子还有口气在 洛晨真君说着 从怀中取出一枚丹药 塞入三浪的嘴里 吞下去 这是药师配的谷毒解药 还能恢复你的一些元气 丹药入口后 狂刀三浪圆滚滚的身体 很快恢复如初 不过此时的狂刀三浪 肌肤光滑白嫩的 如同出生的婴儿一样 这样的皮肤足以让女修都羡慕了 没想到药师那谷毒还是一种美容品 北河散人打趣的 我感觉自己要死了 狂刀三浪的声音已经沙哑了 宋说行路过时正好听到了三浪前辈的话 或许是因为醉的有点厉害 他摇摇晃晃的蹲在三浪前辈的身边 一脸认真的 那三浪前辈 您有什么遗言吗 北河散人和洛晨真君一脸黑线 狂刀三浪眼睛一亮 他一眼就看出了宋说行小友 正处于醉乎乎的状态 所以逗一下宋说行小友 一定很有意思 于是狂刀三浪颤抖着伸出手来 抓住宋说行的手 一眼 对 我需要一个一眼 北河散人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他感觉到三浪似乎又开始作死了 醉乎乎的宋说行用力抓住狂刀三浪的手 三 三浪前辈 有 有什么一眼 您尽管说 我给您记下来 等我死后 请教我 他才要是和江紫燕的中间 生不能拆散他们 死我也要记在他们中间当消散 狂刀三浪越说越有力了 宋说行点了点头 掏出了一个小笔记本 将狂刀三浪的话记在了上面 等一下 不对 狂刀三浪又悠悠地叹了口气 我若现在就死 要是和江紫燕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死 我还怎么挤在他们中间呢 这一言不妥 那我将这个遗言 划掉 宋说行打了个九格 将刚才三浪前辈的遗言划掉 那么 换这个吧 等我死后 就将我活化吧 狂刀三浪一脸悲痛 声音也是越发虚弱起来 不用为我造坟 也不用为我立备 只将我的骨灰撒到大海就好 让我的骨灰随着海浪 一泊泊的反腾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没问题 三浪前辈 宋说行认真的 他重新写好三浪前辈的遗言 然后弯腰将狂刀三浪扛了起来 狂刀三浪正处于虚弱无力的状态 一时渐渐无法反抗 是 说行认 你干嘛 你快放我下来 三浪前辈 您不要再说话了 会消耗您的力气的 宋说行严肃的 我这就将你扛过去火化掉 然后 我会抱着您的骨灰 让白前辈送我去海边 再将您的骨灰 撒到大海里 随着浪花翻腾的 半醉半醒中的宋书航 已经头脑不清醒了 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将快要死了的狂刀三浪前辈 扛到火葬场 将他火化了 然后自己要帮助他完成遗愿 将他的骨灰撒到海洋中 随着大海的浪花翻腾 狂刀三浪一脸黑线 华操 宋书航小勇是认真的 不要啊 宋书航小勇 我只是开玩笑的 北河快来帮我 狂刀三浪大叫起来 北河散人眼神一脸 不知道为啥 他突然蛮期待宋书航将狂刀三浪火化的场面 嘿嘿 那一定会很有趣的吧 于是他们就眼看着宋书航扛起了三浪 一步步的向远处走去 很遗憾 最终狂刀三浪没有被宋书航扛过去火化 在扛着三浪前辈走了两百米左右 宋书航就趴下了 他就这样趴在路中央 原本被他扛在肩膀上的狂刀三浪也被摔出了好远的距离 在狂刀三浪心有余悸的眼神中 宋书航小友呼呼大睡起来 602集 最久状态中的宋书航小友简直不可理喻呀 狂刀三浪暗暗抹了把冷汗 还好宋书航小友醉倒了 否则他还真有可能被宋书航小友找了个火堆火化了 他本来是想逗逗宋书航小友的 却没有想到差点萤火上身 正思索间 洛晨真君来到了狂刀三浪的身边 蹲下身将他扶了起来 你还好吧 三浪导友 差点就死了 狂刀三浪感叹道 没死就好 否则这东西我都不知道要交给谁了 洛晨真君呵呵一笑 将一张长长的账单交给了狂刀三浪 这是啥玩意儿啊 狂刀三浪问道 这是钥匙兄开出的治疗费用 是三浪兄你的 啊什么 狂刀三浪道 折腾了他一顿还要向他要治疗费用 啊 钥匙这奔他做什么美梦啊 信不信他三浪发狂 让钥匙奔他尝一尝狂刀的滋味啊 洛晨真君道 三浪兄 你还是看完账单后再说话比较好 狂刀三浪疑惑的眨了眨眼睛 他拉开账单从头看到尾 只见账单上记录了许许多多珍贵的药材配方 每一位都有脱胎换骨的功效 总共近两百多位药材 每一位都很珍贵 以狂刀三浪的身价付出去都会肉痛无比 但是账单的末端却写着一位付款人 玄女门云雀子 看到玄女门云雀子的名字 狂刀三浪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想起来多年前 他被一位如夜空中的明月一样耀眼美丽的大前辈 折腾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恐怖 没错 那位美丽的大前辈 其名为玄女门云雀子 其境界为七品灵尊巅峰 距离八品人前险盛的玄盛境界 只有一线之隔 这是真正的大前辈及人物 和群里的另一位大前辈七修尊者 是同一个时代的存在 守福托拉基大赛前 造化法王给狂刀三浪带了个消息 说玄女门云雀子前辈 准备再到狂刀三浪家做客 当时狂刀三浪腿都软了呀 没想到现在 云雀子前辈还没现身 就给他送了份大礼 洛晨真君继续介绍道 云雀子前辈说 三浪道有你的天赋狂化 会给身体造成隐患 所以他很久前就委托药师 炼制一味丹药 这味丹药乃是上古时期的药方 炼制极为困的 药师也是不久前才刚完成 只要服下褪皮一百七十多次后 就能让你的身体像得到了重生一样 只有彻底消除了那个隐患 才能让你在晋机六柄真君时 不用再担心这个问题 介绍完后 他又感叹道 唉 真是羡慕三浪道有你呀 竟然能被玄女门云雀子前辈看中 啊对了 云雀子前辈还说过些天去找你玩 狂刀三浪深吸了口气 目光转向宋舒航小友 要不还是将舒航小友叫起来 让他将自己火化掉算了 大醉中的宋舒航很快又陷入了梦乡 然后他又做了个惊悚的怪梦 这次的梦境中 他出现在一个大湖泊的水面上 宋舒航疑惑地揉了揉眼睛 因为醉酒的原因 他反应慢了一拍 这时他脚下的湖面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同时有古怪的笑声 在宋舒航的耳边响起 那笑声似乎是无数声音的集合 有老人有小孩有男有女 还有阴阳怪气的声音 你是我的属于我的 你的血 你的肉 你的骨头 你的头发 你的一切全部都是我的 那个声音发出尖叫 下一刻漩涡形成了一个傀儡大手 抓向宋舒航 与此同时 远处的湖面中形成一个个漩涡 每一个漩涡中都有一只水傀儡钻出 朝着宋舒航围拢过来 又是那个上古墨门的诅咒噩梦 又来 宋舒航咬牙道 同时 他感觉头部传来了一阵阵的剧痛 那是精神力过大引起的 小锤子砸脑袋的痛处 正常情况下 这种剧痛会让宋舒航从梦境中强行苏醒过来 但是在这个诡异的梦境中宋舒航无法苏醒 白前辈 白前辈 宋舒航试着叫了一声 希望请白尊者再次出手相助 但这一次白尊者并没有现身 宋舒航揉了揉头部 缓解自己头部的阵痛 同时 他的身体一跃而起 施展天行剑身法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在那只傀儡大手将要抓到他前 他伸脚在那只水傀儡的大手上一踏 借着天行剑的身法向远处飞队 可惜啊 宋舒航还没有修炼到四品境界 否则他此时可以遇剑或是遇刀飞行 更轻松地躲避这些傀儡大手的追捕 就在这时 整个大湖的湖面全部涌动起了 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水傀儡之手抓向宋舒航 一眼望去 满屏全是水傀儡的大手 看得人头皮发麻 这还让人怎么躲避吗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不能飞的话 一旦落下 就只有被这些傀儡之手抓到了 宋舒航下意识地伸手往怀里抓去 试图掏出宝刀罢碎了 但是梦境中的他身上竟然没有一寸缩小袋 啊 娘啊 这是个游戏的街幕开战吗 场景装备都由对方来设定 这还怎么打吗 正思索间 宋舒航的身体已经向下坠落 强落下来吧 强落下来吧 容若我们之中成为我们的一员 你的意见都是我们的 那个诡异的无数声音集合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呸 宋舒航调整了一下身体的角度 右手微抬 33兽先天仪器弓的先天液体真气高速运转起来 一声声的似精明又似龙吟的声音从他身体中发出 紧接着 在身体快要坠落湖面时 他一拳挥出 金刚扶摸全一 金刚降临 啊对 金刚降临呢 是宋舒航自己脑补的招式名称 全出 宋舒航周身的功德之光自动配合他这一拳 在他周身凝聚出一个金刚的虚影 那金刚的虚影将宋舒航的身体团团包裹 功德之光此时就如同小太阳一样明亮 既然是诅咒类的恶梦 那就吃我一拳 宋舒航咬牙道 拳头轰落 金刚扶摸全第一是 配合着宋舒航的功德之光 一拳轰出足以摧毁一座小房子 这是拆迁的好拳法 更重要的是 这一拳拥有着破斜 扶摸破除诅咒的效果 用来对付这个和诅咒类似的恶梦 再适合不过了 金芒组成的金刚 随同宋舒航一同挥拳 轰的一声 拳位置 拳风掀制 精明龙吟 宋舒航脚下的傀儡之手 就如同烈日下的雪花般 飞快地融化起来 不仅仅是舒航身下的傀儡手臂 甚至整个湖面的傀儡手臂 都受到了这一拳的影响 所有的傀儡之手 全都不断地冒出黑烟 就连宋舒航耳边回荡的那个诡异的声音 也同时消失不见了 两个呼吸后 湖面恢复平静 宋舒航的身体落在湖面上 就如同他在石地上一样 静静站立 结束了吗 宋舒航按道 傀儡手臂没有再出现 但是这个湖面的梦境 却依旧没有破碎 上一次 梦境的破碎是由白尊者出手 带他离开了梦境 这一次白尊者没有出现 他又怎么离开这个梦境呢 正思索间 虚空中那柄熟悉的漆黑飞剑 再次破开了虚空 降落在宋舒航的身前 和上次一样 漆黑飞剑释放出无数的黑暗 转眼间就将整个梦境吞噬了 湖面梦境破碎 宋舒航再次进入了 那个纯黑的空间中 只有那柄漆黑的飞剑 立在他面前 白心背 宋舒航出声唤的 随着他的呼唤 漆黑的飞剑一阵变化 化为了白尊者的模样 宋舒航现在还不确定 这位白尊者是真是假 姑且先当他是白尊者吧 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才过多长时间呢 这位白尊者皱起了眉头 这位宋小友怎么说 也是三品修饰吧 三品修饰两三天 睡一次觉也很正常吧 为什么这个小家伙 还没隔几个小时 又睡觉做梦了 这家伙难道一天 要睡好几次 宋舒航干笑了声 我刚才喝醉了 迷迷糊糊的就又陷入 那个噩梦诅咒中了 说话间他眸子微沉 这位白尊者竟然不知道他喝醉的事情 也就是说 这位白尊者很可能是假冒的 不如验证一下 试试他是不是真正的白前辈 于是宋舒航坐直身体 一脸认真的 白前辈 有什么事 这位白尊者疑惑问道 宋舒航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姿态 柔声道 小白 带你长发及腰 但他的台词还没念完 眼前的白尊者突然脸色一变 紧接着 宋舒航就感觉自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如同被人下了静岩树一样 眼前的白尊者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微风吹起 他一头乌黑的长发随风飘扬 第六百零三集 在这位白前辈的笑容中 宋舒航只感觉自己浑身发虚 这位白前辈同样会受到小白 带你长发及腰这句话的影响 他和自己认识的白尊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下一刻 宋舒航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宋舒航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刚才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经历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但是 经历了什么事情 却完全想不起来 但他潜意识感觉 自己经历的事情恐怖值百分之一百 估计将十八层地狱所有的酷刑 全部集合起来 用在他的身上 才能抵得过他刚才经历的恐怖 从刚才的反应来看 这位梦境中的白尊者 就算不是现实中的白尊者 也一定和白尊者有关系 不过 现在我应该从梦境中醒来了吧 宋舒航坐起身体 准备起床 但下一刻 他发现自己 还在那个黑暗的空间中 在他身体的不远处 那个白尊辈盘膝而坐 一柄黑色的剑横在他的膝上 他的手指正轻轻敲打着剑身 这次还没有从梦境中破身 宋舒航甘笑一声 白前辈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眼前的白前辈没有说话 只是淡淡一笑 但他越是这样 宋舒航心里就越是不安呢 气氛僵硬起来 两久之后 眼前的白前辈出声道 你认识的那位白前辈 是个怎样的人 白前辈 您在说什么呢 你应该猜出来了 我和你认识的那位白前辈 并非同一人 眼前的白前辈缓缓的 这种事 他看宋舒航的表情 就能猜出来了好吗 哎呀这就尴尬了 这时候 眼前的是位白前辈 继续的 我叫白 没有姓 只有一个白字 和白尊者一样 单名一个白字 没有姓 宋舒航想了想后道 呃 我叫宋舒航 道号 道号比较多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本来他是不想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字的 因为从他以前看过的小说中来说 在噩梦中说出自己的名字是很可怕的事情 但问题是 眼前这位白前辈早就知道了他的名字 所以他只能希望对方能有点节操 别用什么法术弄个稻草人偶诅咒他就好 对话完毕后 两人又沉默了下来 不过这时 眼前这位白前辈忽然嘴角上扬 魅力全开 他轻轻敲着手中的黑色长剑 敲击的声音 叮叮作响 传入宋舒航的耳中 片刻后 白前辈柔声道 那么 舒航小友 能告诉我你认识的那位白前辈 是什么样的人吗 宋舒航答道 你询问白前辈的消息 想干什么 我想 我需要了解一些关于他的为人 你觉得呢 白前辈轻声道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魔力 让听到他声音的人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话 将心里的想法说出来 对 就跟催眠一样 但是很遗憾 这位白前辈的这种能力 在宋舒航的身上却没有起到效果 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出卖白前辈 宋舒航一口拒绝 对方的外貌和白尊者如此相似 又想通过他去了解白尊者 这绝对是不安好心的 他又怎么能出卖白尊者呢 白前辈不由嘴角抽搐 这家伙 竟然有免疫力 不受我影响 除非你先告诉我你是什么身份 和白前辈之前又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再考虑是不是要将白前辈的消息告诉你 宋舒航又道 对面的白前辈轻笑一声 我的身份 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妙 否则会为你惹上无尽的麻烦 甚至是杀身之急 那么我们之间就没得谈了 宋舒航耸了耸肩 可惜了 竟然没能套出这位白前辈的真实身份 没办法了 等他从噩梦中醒来 一定要将梦中的事情和白尊者讲述一下 让白尊者做好防备 双方再次沉默下来 气氛是越来越尴尬 罢了 我送你离开吧 反正我想要知道的事情 慢慢地总会知道的 对面的白前辈无奈到 另外 关于我的事情 你不要和你的那位白前辈讲述 知道吗 宋舒航嘴角上扬 呵呵一声 你这个家伙 给我滚吧 对面的白前辈伸手一挥 宋舒航就被从这个梦境中扫飞出去了 而这位白前辈同样从梦境中离开 九幽世界中 这位黑色的白尊者沉思起了 他受到限制 无法踏出九幽世界半步 但他可以派遣一些九幽世界的邪魔 暗中潜入到地球的滑像 再一点点地去收集那个和他相似修饰的情报 哼 连我当年的黑历史都知道 黑色白尊者轻声道 难道真的是我的后翼 又或者是自己留下的后手 他隐隐感觉到 无论是修士或是其他类型的修炼者 九品之后力压群雄 正德不朽 执掌天道成为新天道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 从梦境中出来后 宋书航并没有马上苏醒过来 依旧处于睡眠状态 不过在这之后 他一夜无梦 一觉睡到了天亮 就连精神力过剩的小锤子 洗脑的痛楚感 都没能打断宋书航的睡眠 哇 这一觉睡得是真爽啊 宋书航醒来后身心舒畅 睁开眼睛后 宋书航看到了天花板 看样子 醉倒之后的自己 被人搬到了一个休息的房间中 诶 另外 也不知道狂刀三浪前辈如何了 昨天大醉之际 宋书航隐约记得 自己似乎将三浪前辈给扛起来 火化去了 后面的事 他却没有一点印象了 诶 不知道三浪前辈还安好否 正思索间 宋书航感觉腿上有点麻 他坐起身来 发现 有一道身影正坐在他的床边 双臂压在他的腿上 知道身影穿着淡紫色长裙 偏棕色的长发被细心地编成了辫子 此时 他正默默地哭泣着 哭得如此伤心 泪如泉油 宋书航身上盖的被单 已经被他的泪水打湿了 泪水甚至渗过被单 滴在宋书航的腿上 似乎是听到宋书航醒来的动静 他抬起头来 露出了哭得通红的眼睛 这是位如风信子般 楚楚动人的少女 叶 叶丝师姐 宋书航惊讶到 眼前的少女正是碧水阁的治愈之类 叶丝 昨天听苏氏阿七前辈提起过 她带着痘痘和铜卦仙尸回华下 同时还带了条小尾巴 叶丝 苏氏阿七前辈这么快就回来了 叶丝 叶丝抬头望了眼宋书航 随后泪水又止不住地落下 叶丝啊 又有什么事情戳中你的泪点了 宋书航笑道 不会是我吧 我没事啊 只是昨天多喝了点酒醉过去了而已 不是这个问题 叶丝用力地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书航 大事不好了 我 我发现 我已经死了呀 宋书航道 啥 关于叶丝师姐已经死了 后来又被一只灵鬼怀孕生出来的事情 楚阁主应该一直瞒着她的吧 她怎么突然又知道了这件事了 是 楚阁主告诉你的吗 宋书航轻声询问的 不是 叶丝摇了摇头 抽气着解释的 我在抵达地面的碧水阁时 突然觉醒了很多的记忆 其中 就有我曾经被人杀死的记忆 啊 地 地面的碧水阁 宋书航低头望向地面 难道 白尊者的这个度假山庄就是碧水阁 不会这么巧吧 宋书航也是进入过太空碧水阁的 但他实在无法将白尊者的度假山庄 和太空中那个碧水阁联系起来 不过仔细想想 这也正常 白尊者发现这个度假山庄时 这里是一片废墟 现在这里的一切都是白尊者在遗址上重建的 重建后的度假山庄 虽然格局布置上和原壁水阁大体保持一致 但建筑的风格 植物 河流 阵法之类的和原壁水阁有很大的区别 这就等于是老房子拆了重建 虽然地基没变 但上面的房子却全变了模样 宋书航没有第一时间辨认出来也是正常的 对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遗水阁的原址 虽然外表变了很多 但这片土地就是遗水阁没错 我一接近它就和它产生了功名 然后 我很多很多的记忆就恢复了 叶丝师姐抽气着动 宋书航无语了 这要不要这么巧啊 书航 怎么办 怎么办啊 我很早很早以前就死了 我现在是个死人吧 我只是一个无法解脱的灵魂对吗 叶丝师姐抬起头来 可怜地望向宋书航 叶丝你的记忆只恢复到被杀的画面吗 宋书航温和问道 叶丝点了点头 嗯 然后 他突然眼睛一亮 书航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叶丝 你不是灵魂 宋书航肯定的 叶丝师姐回道 那我是什么 第六百零四集 宋书航面带微笑 脑中飞快思索起了 这个时候他又怎么回答叶丝呢 要将真相告诉他吗 主要是这事太出人意料了 谁也不会想到白尊者随手捡到的度假山庄 竟然就会是碧水阁的遗址啊 又因为这遗址的原因 叶丝竟然恢复了一部分的记忆 楚歌处苦苦掩饰多年的事情 就这样被戳破了 唉 我是什么 书航 我不会是月灵吧 灵鬼 叶丝间 宋书航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 心中已咎 在他的记忆中 自己死的时候特别惨 那时整个碧水阁被卷入无望之灾中 被人灭门 而他就死在了灭门之战中 可以想见他当时的怨恨会有多大呀 在那么大的悲恨怨怒中 他变成怨灵的可能性太大了 不 你不是怨灵 宋书航柔声安慰道 这个时候还是将事实告诉叶丝师姐吧 免得他胡思乱想 楚歌主应该也不会怪我才是 宋书航回答道 叶丝 你是灵鬼 灵鬼 叶丝愣了愣 是的 你是灵鬼 不是普通的鬼魂 更不是什么怨鬼 所以你不用担心 宋书航答道 叶丝愣了片刻后 再一次泪如雨下 灵鬼 不还是鬼吗 我还是死了呀 还是鬼的一种啊 他本来是抱着和宋书航成为双修道理为目标 开始尝试着和他谈恋爱的 现在他都已经死了 变成鬼了 这恋爱还怎么谈吗 不不不不 你的情况有些特殊的 宋书航解释的 据我所知 你不是普通的灵鬼 你是拥有灵鬼体质的 人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形容才对 反正你的状态和普通的灵鬼不同 当年 叶丝你生死之时 你家祖传的那只特殊灵鬼 用了一种怀孕的方法 将你重新生了下来 所以 你应该算是半个灵鬼才对 叶丝瞪大了眼睛 一脸懵逼 什么 灵鬼怀孕 然后生死生下了他 宋书航继续道 所以 我感觉现在的叶丝师姐 你并不是灵鬼 而是被灵鬼用某种方法 复活了而已 叶丝伸手 轻轻逝去自己眼角的泪水 然后 他又发呆思索起来 似乎是在消化宋书航 为他讲述的事情 在他苏醒后的记忆中 他家的确有一只 很神奇的祖传灵鬼 没想到那只灵鬼 最后让他重生了吗 但是不管如何 他还是一只鬼呀 思索片刻后 叶丝突然抬起头来 期盼地望着宋书航 那么 书航 你觉得我现在的状态 能生孩子吗 呃 不等宋书航回答 叶丝师姐突然悠悠地叹了口气 果然不行吗 物种都不同了 生孩子也不可能了吧 宋书航回答 呃 或许找到你家祖传的那只灵鬼后 就有希望生出孩子呢 毕竟当初他也是怀孕 生出了叶丝师姐嘛 叶丝师姐却摇了摇头 他家祖传的那只灵鬼已经远离了 想再找到他谈何容易 而且祖传灵鬼怀孕生出的也不是孩子 而是一种保命重生的法术 就算是学会了也生不出他想要的孩子呀 叶丝师心情低落 宋书航也苦恼起来 他要如何安慰叶丝呢 说实话 让灵鬼怀孕这种可怕的事情 他也无法做到呀 难道只能用干巴巴的 放心吧 以后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以后会好起来的 这样之类的 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去安慰叶丝吗 那样的安慰又有什么用吗 宋书航正暗自思索着 叶丝却突然抹出了眼泪 主动转换了话题 对了 舒航 我抵达知识 听道友们提起过 你的灵鬼消失了 叶丝很坚强 别看他修炼的是天气宝典 动不动就哭的样子 但其实他的内心是很坚强的 只不过他自己已经死了的事实太过震撼 他需要一点时间慢慢接受 没有消失啊 我和灵鬼的契约还在呢 只是我的灵鬼不知道被送入到什么空间中去了 我无法感应到他 他也感应不到我 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将他找回来的 宋书航坚定的 叶丝点了点头 他深吸了一口气 揉了揉自己的脸蛋 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 他需要点时间 来接受自己是只灵鬼的事实 两人正说话间 房间的门被人推开了 书航 起来没有啊 今天先补拍几个镜头 然后我们就要离开前辈的杜家山庄 前往其他场景 继续拍电影了 余娇娇推门而入 欢快的 电影中空云派的镜头 已经差不多拍摄完毕 今天再补拍一个白尊者饰演的灵夜 面对被灭门的空云派悲伤落泪的剧情 然后再补拍一些零碎的镜头 就完成任务了 其中有一个零碎的镜头 就是宋书航饰演的高生师兄 和白鹤真君饰演的白衣剑客范白 在空云派举行婚礼的场面 这个镜头只是一笔带过的镜头 倒是很简单 这么快 那下一个剧场在哪 宋书航出声问的 下一个场景是儒门的地盘 白仙辈已经联系了 儒门白云书院的横火真君 借他们的万书山拍电影 横火真君已经同意了 等和空云派有关的戏份 全部拍完之后 我们就启程 且往万书山 在那拍摄主角灵夜 和女鬼灵二之间的故事 余娇娇答的 宋书航回的 好的 我马上起来 等一下 儒门万书山 这个名字 我是不是在哪里听过呀 颠倒的万书山 圣祭池 就是这个 那位强行 借走了自己灵鬼的琉璃书生 在九幽和神秘结仙 邪魔大战一场 琉璃书生彻底破灭之前 就向他传递了这么一句 没头没脑的话 白云书院的万书山 和那位琉璃书生 传递给自己的信息中提及的 是同一个地方吗 这天下间的事情 竟然会有如此巧合 琉璃书生似乎也是 儒门的结仙 那万书山的圣祭池中 是否隐藏着什么东西呢 一时间 宋书航思绪万千 片刻后 宋书航起身道 哎呀 走吧叶斯 我带你去电影的拍摄现场 既然无法解决 灵鬼生孩子的问题 无法在这一点上安慰叶斯 那就转移他的注意力呗 让他将注意力转移到拍电影上 就不会再想起 灵鬼也是鬼 灵鬼不能和人生孩子 这种问题了 宋书航起床后 看到了自己放在床头柜上的 小笔记本 上面有他昨天醉酒时 记录下来的 狂刀三浪前辈的两句遗言 第一个是要葬在 钥匙和江紫燕的中间的遗言 已经被划掉了 第二个遗言是 将三浪前辈的尸体火化 不用为他造坟 也不用为他立碑 只需要将他的骨灰撒到大海 让他的骨灰随着海浪 一波一波的翻腾 这就是三浪前辈最大的心愿 在这句遗言的下方 还多了一句解释备注 也不知道是哪位前辈的笔迹 等我死后 不用为我造坟 不用为我立碑 只需要把我的骨灰撒到海里 哦 不是怕有人在我的坟头蹦跌 也不是因为大海更宽广 更不是为了国家统一 只是为了我死了也能浪起来 随着海浪一浪高过一浪 永无止境 宋书航无语了 只能说不愧是狂到三浪前辈吗 这时夜思欣喜道 电影我知道 一路上 那位苏世阿七道友 和我解释过电影 就像古时候 我们看戏一样 不过更有趣 更精彩一些 对吧 对 更有趣 宋书航哈哈一笑 之后他带着夜思 和余娇娇一起 离开房间 准备前往拍摄场景处 他推门而出时 正好看到白尊者 款款而来 同样也前往电影拍摄处 白尊者此时换了一身 现代化的休闲装 腰间挂着流星剑 他接下来要演的剧情是 自从慕容师姐 嫁给了风川子 主角灵夜便独自离开了 空云派 前往修士和邪界战斗的前线 浴血奋战 直到他听闻空云派 受到邪界突袭 被灭门的消息 连夜赶回 最后在空云派的废墟上哭泣 白星辈 要开拍了吗 宋书航询问他 嗯 我刚化好妆 雅各部导演说 等我赶到就可以开拍了 话说 这眼药水的效果不是很好啊 我滴了半天都流不出眼泪了 还不如到时候我催动灵力 让自己直接流泪来的款 白尊者捏着手中的 眼泪倒去的 啊 宋书航笑了笑 接着他又想到了 昨天噩梦中的 另一个白前辈的事 书航感觉这是 需要提前和白尊者说一下 于是他出生的 啊 对了白前辈 有件事我想和你说一下 昨天我在做梦时 梦到了 哎 哎 哎 宋书航想说的是 梦到了一个和白前辈 对你一样的奇怪家伙 但话出口时 他的嘴巴和舌头就仿佛被一种力量限制着 那几个词就变成了 逼的消音词 第六百零五集 白尊者一头问号 于乔乔的 书航 你想说什么 叶斯同样好奇地望着书航 宋书航的 哎 奇怪了 怎么回事啊 我说不出想说的话 想了想后 他又试着用传音入密的方式 将想说的话传递给白尊者 他怀疑可能是噩梦中的白前辈在他身上动了手脚 让他嘴巴说的话变成了消音 但是 扭曲了他的舌头嘴巴 他使用传音入密的方法总能行吧 有本事将他传音入密也消音呢 于是 宋书航将自己想说的话通过传音入密的方式传给白尊者 哎 但这次更绝了 白尊者是一脸茫然 这次宋书航传音过来的内容 干脆是全部被消音了 他就听到一串的 嘀 我听 传音入密都不行吗 宋书航不信写了 他掏出自己的小笔记本 用笔在上面书写起来 白尊者妹 我昨天在做梦的时候梦到了一个 诶 写到后面时 宋书航感觉自己的手都仿佛不是自己的 写下了一片的XXX 宋书航懵了 这么厉害 连血都写不出来吗 白尊者皱着眉头问 你是中了什么诅咒吗 宋书航点头道 啊 诅咒的话确实中了一个 可惜我的灵鬼消失了 否则他一口就能吞掉我身上的诅咒 是什么类型的诅咒 什么时候种的 白尊者问的 是上古莫门的法术 一个会让我陷入到噩梦中的类诅咒法术 就是上次海胆战士入侵于佼佼家时 其中一个海胆战士是傀儡所化 他对着我一指 就暗中种下了这个诅咒 宋书航回复的 白尊者妹都住得更深了 当时他也为宋书航检查过全身 并没有察觉这个诅咒啊 这个诅咒隐藏得这么深呢 不过我说不出写不出的内容 却和这个诅咒没什么关系 宋书航苦恼的 说话间 宋书航又尝试了 用错别字啊 假音字啊 来代替的方法 他想写出他想要说的内容 但全部都以失败告终 那个噩梦中的白尖辈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这种敬严的能力 已经犯规级别了吧 宋书航越是尝试 这种今年的威力就越是强大 到最后 宋书航只要是脑海中 想要和白尊者透露 噩梦中那位白贤辈的事情 他所说的话 所写的字 所画的图 甚至是在手机上输入的字 全部都会自主地变成 逼 或者是一串的 XXXXX 这种感觉 简直就是逼了 旺旺碎碎碎兵好吗 这时候 白尊者出声询问的 你想要说的事情 和我有关是吗 宋书航用力地点了点头 有意思 我都有些好奇 你梦到了什么东西了 这件事情 我来想办法解决 说好你不用哭闹 现在我们先去将电影 给拍摄完成再说 白尊者看了看时间 迟了的话 雅各布导演又会生气了 也只好如此了 宋书航苦笑的 之后 白尊者 宋书航 于娇娇 以及夜思 向着拍摄现场 小跑过去 等白尊者赶到拍摄现场 电影的拍摄 马上开始 地面上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 以及灵蝶尊者的下属们 早就一个个趴在地上 扮尸体 在他们身边 是大片的废墟 燃烧的火焰 这些呢 都是通过法术 在一夜之间完成的 雅各布导演 心中有些吃惊啊 原本这样的场面 都是通过CG技术来完成的 但是这群土豪 竟然全部通过 一比一比例的 真实场景来拍摄 这燃烧的哪是废墟啊 这烧的都是钱啊 雅各布导演感觉 这部电影很可能会是他这一生中拍的最爽的一部电影 只要他提出条件和场景 电影的投资方分分钟就能满足他的要求啊 演员们个个是颜值爆表 演技爆表 电影拍摄出来后 每一个镜头都完美如画呀 拍摄开始 宋庄穿上那件浑身刺满利剑的道袍 和白鹤真军一起趴到了那个逃生的密道之中 板尸体 剧情中 主角灵夜赶回来 看到自己门派被灭门 高升师兄还能在电影中录上最后一面 叶斯师姐很有兴趣 他代替了一位灵蝶尊者的下属 扮演一具女弟子的尸体 就趴在宋书行的不远处 叶斯装起尸体来 特别有感觉呀 毕竟是死过一丝的人嘛 死起来就是与众不同的 电影的镜头正在拍摄白尊者 从远处遇见而来 降落在空云派 趁着电影镜头还没有转过来 密道中的尸体们还可以趁机聊几句天 宋书行道 白鹤前辈 你离我太近了 白鹤真军道 我呸 你以为我想靠近你啊 要不是上一幕你忘记带了护盾福宝 我为了救场和你死在了一起 我们两人就不用贴在一起死了 哼 宋书行无语 呃 对不起啊 正说话间 余娇娇传音入密道 白鹤前辈 说好 不要说话了 电影镜头就要转过来了 镜头拍到了灵夜降落 举目望向空云派的废墟 看着到处都是同门的尸体 还有燃烧的火焰 灵夜陷入了发狂的状态 他翻动着每一位弟子的尸体 眼泪不由自主地从他的眼眶滑落 拍这个剧情时 摄影机还拉了几个远镜头 将满地的空云派弟子尸体拉入镜头画面 随后镜头画面转入密道 给宋书行 白鹤真君 夜思以及一地的尸体一个特写 特写完毕后 镜头转回白尊者身上 灵夜默默地将所有同门弟子的尸体 一具具抱起 然后立起一个个的墓碑 当挖到慕容师姐和风川子的墓时 灵夜僵了片刻 最终还是将慕容师姐和风川子 合葬在一起 密道中 宋书行默默地扮演着自己尸体的角色 这时 他耳中传来了传音入密的声音 是夜思的声音 书行 灵鬼可以吞噬掉身上的诅咒 还是你有什么法术 能配合灵鬼吞噬诅诅 宋书行回复道 这个 那是因为我的灵鬼是变异的 那是他变异后的天赋能力吧 夜思道 哦 难怪了 他以前也接触过一些灵鬼 都没有听说过灵鬼有这个能力 不过 他也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也会有成为灵鬼的一天呢 时间过得飞快 一天时间转眼过去 在白尊者度假山庄内需要拍摄的场景 已经全部完成 宋书行和白鹤真君的婚礼镜头很简单 只需两个人穿着婚服 什么台词都不用念 拍个画面就搞定 毕竟不是主角嘛 还有灵夜苏醒 知道大师姐已经嫁人后发狂的镜头 以及灵夜离开空云派等等的镜头 全部补拍完毕 原本白尊者计划在拍完这个镜头后 就准备剧组全体前往儒门的万书山 但是没有想到 将所有关于空云派的剧情拍摄完就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于是雅各部剧组成员只好再休息一晚 明天再启程前往儒门白云书院的万书山拍摄下一个剧情 夜幕降临 雅各部剧组的成员在经历了一天的高强度作业后 已经纷纷入睡 但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却还没有到入睡的时候 这些前辈高人们根本用不着天天睡觉 甚至疲惫的时候打坐冥想片刻就能恢复精力 所以呢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分成了好几批 或讲法论道 或喝茶闲聊 或开炉炼丹 也有手养了上台比武的 苏氏阿七回来 还顺带带回了逃到太空的铜挂仙师 此时在白尊者度假山庄的比武场中 正上演着一幕 荔枝仙子大战铜挂仙师的好戏 宋书航带着夜思以及于娇娇 三人一起前来观看荔枝仙子 另外苏氏阿十六已经一整天没见人了 他昨晚就被苏氏阿七抓去 为他准备度劫需要的宝物 他还得学习新的度劫阵法 只等电影拍摄完毕 苏氏阿七就会带他去布置度劫阵法 准备让他再次冲击四品境界的天节 荔枝仙子在哪 夜思好奇询问道 他对荔枝仙子可好奇了 当初铜挂仙师仅是一容伪装成荔枝仙子 身上的气息也只是模仿仙子 就让夜思感觉到很亲切 那么亲眼看到的荔枝仙子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不过他被苏氏阿七带过来后一整天都没有看到对方 似乎这位荔枝仙子在躲着他一样 此时比武场中荔枝仙子正在吊打铜挂仙师 铜挂仙师理亏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只是防守 让荔枝仙子消消心头的火气 再者他还得隐藏实力呢 准备在九月初的紫金之巅狂虐北河散人呢 当宋书航和夜思上来时 正好看到荔枝仙子口中娇喝着 抓着铜挂仙师甩大风车 哇来个去呀 好可怕呀 宋书航暗暗抹了把冷汗 一边的夜思看到荔枝仙子本尊后 眼睛明亮起来 第六百零六集 夜思双眼明亮 没错了 这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让他感觉到无比的亲切呀 他忍不住轻声道 是妈妈的感觉 啥 宋书航道 夜思不会真的要把荔枝仙子当成妈妈吧 夜思的声音很低 但在场的都是五六品的修士 各个耳聪慕明 而荔枝仙子身为六品真君 自然也听到了夜思的声音 所以他向书航的位置描了过去 他手中依旧抡着铜挂仙师牌大风车 眼角余光正好能瞄到宋书航身边的夜思 嗯 视为很可爱的少女 偏棕色的长发被细心地编成辫子 长长的刘海隐约遮盖着她的眼睛 浑身上下散发着文学气息 这时荔枝仙子的目光和夜思的眼睛对上 刹那间 荔枝仙子感觉身体停顿了片刻 这种停顿是呼吸 思维 肉体 一切的一切 全部停顿的瞬间 随后 有一种感觉从仙子的心脏中涌了出来 那是名为亲切的感觉 不 见鬼的亲切感啊 这明明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位叫夜思的少女啊 亲切感之后 荔枝仙子感觉有些心塞 就这么一个停顿 她心里一慌 手一滑 可怜的铜挂仙师就被甩了出去 飞上了高空 铜挂仙师虽然是大声惨叫着 但心里却是高兴的 别误会啊 她并不是受虐狂 她只是在想 自己被扔上天空后 就可以趁机从荔枝仙子手中逃走了 只要趁机逃脱 事后荔枝仙子应该也不会再找她麻烦 毕竟仙子已经折腾她一次了 总不会再因为同一个理由再揍她一次吧 等她脱身后 再找机会奉上和荔枝仙子心意的礼物 就能让荔枝仙子鱼怒全消 躲过这一劫了 于是被扔上高空后 铜挂仙师发挥了她那终极影帝的演技 惨叫连连 暗中却催动自己的灵力 让自己越飞越高 趁机逃脱 嗯 酸黑挂的要跑 一直关注着铜挂仙师的 北河散人出生的 不过 北河散人却没有去追击铜挂 她和这酸黑挂的之间会有一战 但不是现在 她需要再忍耐几天 等到紫金之巅一战 她定是要给这个酸黑挂的一个惊天动地的惊喜 让她跪下来哭泣求饶的 听到北河散人的提醒 顿时有好多身影冲天而起 古乎贯真君 云游僧通玄 灭凤公子等等数位道友 同时朝着铜挂仙师追击而去 这些人呢 都有着一两段莫名其妙的算挂往事 显然呢 就是铜挂这家伙 曾经在某个地点某个时间 一融成他们的模样 算过黑挂 现在虽然荔枝仙子的怒气发泄了一通 但他们心中的怒火还正熊熊燃烧着呢 不追上铜挂仙师怒揍她一顿 众道友是星火难消 诶 话说回来 铜挂这家伙现在的容貌是谁啊 看上去似乎有些眼熟 但在场的几位道友 一时间都想不起来 估计是哪位闭关很久的道友吧 反正不会是铜挂这家伙的本来面目 大师啊 古乎贯道友 你们有谁见过铜挂的真正面目吗 灭凤公子好奇问呢 他加入九州一号群比较迟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见过铜挂仙师的真正模样 云游僧通玄默默地摇了摇头 古乎贯真君苦笑 我从认识铜挂仙师起 就从来没有见过重复的铜挂仙师 每次见到他都是不同的模样 甚至不同的性别 年龄也各不相同 若不是他自己承认 谁也不知道他就是铜挂 真是麻烦 所以绝对不能让他逃跑了 一旦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下次再遇上他时 天知道他会是什么样子出现 灭凤公子咬牙道 周围一同追击的道友们连连点头 绝对不能让算黑挂的跑远了 鼻舞台上 荔枝仙师望着夜思 两人四目相对 仙子却说不出话了 之前在九州一号群里 荔枝仙师就听苏石阿七提起 说他在找铜挂仙师的时候 遇到一个叫夜思的小姑娘 管铜挂仙师一融成的他叫妈妈 那时他感觉一切听起来很荒谬 但是没有想到 更荒谬的事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 他同样从这个叫夜思的小姑娘身上 感应到了亲切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仿佛 这位叫做夜思的少女 真的就是他的女儿一样 不不不不 他怎么会产生这个可怕的想法呢 绝对不行啊 他立之仙子 连个双修道旅都没有 现在却突然冒出来个女儿 会崩坏的好吗 正当立之仙子思索之时 远处的夜思却似乎有点 克制不住的样子 他冲着立之仙子微微张口 看他的口型 一会儿要叫出的声音就是 妈妈 绝对不能让他叫出声来 一旦这位少女 当着众人的面叫出妈妈二次 那明天的修士日报的头条就是 文明修真界的立之仙子 其实已经暗中有了一位可爱的女儿 试问立之仙子的丈夫到底是谁 之类的新闻了 等一下 立之仙子赶在少女夜思叫出妈妈二次前 出声叫的 立之仙子焦急的样子 吓了边上的道友们一跳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般模样的立之仙子 夜思也被立之仙子吓了一跳 想要说的话也卡在了喉咙中 下一刻 只见立之仙子身形一跃 没有收敛 脚下的比武场石板都被他给踩碎了 轰的一声 他落在了夜思的身边 夜思合上了嘴巴 他望向立之仙子 目光中满是欣喜之色 七个道号道友 借你的小女伴用 立之仙子说完就伸手一卷 将夜思拦腰抱起 紧接着 立之仙子脚踩虚空 飞快地奔跑起来 转眼间他就带着夜思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宋书航嘴角抽搐 立之仙子是要带夜思过去洗脑教育吗 不过立之仙子应该不会伤害夜思才对 立之仙子大战同挂仙师的戏 因为夜思的原因就这样提前散场了 唉 罢了 时间也不早了 回去睡觉吧 宋书航心中暗道 要回去休息了吗 余娇娇询问他 顺带烧上我呗 这些天我修炼遇上小瓶颈了 宋悟道士助我一把 他只是想要蹭悟到时了 行啊 那我们走吧 宋书航笑的 话说等一只仙子带着夜思回来时 两人的关系会不会变成母女呢 数分钟后 宋书航回到自己房间休息 余娇娇化为巴掌大小 待在他五米范围之内 晚安 娇娇 宋书航道 余娇娇回道 晚安 正当书航准备休息时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县宫居士打来的电话 县宫前辈昨天不是刚带着龙魔离开吗 现在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呢 宋书航好奇地接通了电话 喂 书航小悠啊 你现在在哪儿 县宫居士问的 啊 我在自己的房间啊 好的 我马上来找你 县宫居士的 啥 前辈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龙魔药剂配好了 一共配出了整整四十只 你我对半分 隔二十只 我马上给你送去 县宫居士笑的 心情十分好 啊 龙魔药剂配好了 这么快 宋书航觉得惊讶 要知道 当初他练个最简单的脆体液 都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这龙魔药剂 可是对六品真菌 都有药效的丹药 竟然这么快就弄出来了 哈哈 药剂能和丹药不同 配置药剂并不需要 像练丹那样 练个好几天 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 而配置药剂 却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需要的只是药剂师 对药液的配置比例 以及融合药剂的时刻 具体的操作我不太懂啊 不过药师 仅花了几个小时 就将龙魔药剂成功配置出来了 县宫居士笑的 我马上去找你 只要有了龙魔药剂 我们的体质问题就能解决了 然后 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 精神力过大的问题了 宋书航同样回答 啊 龙魔药剂 你值得拥有 宋书航现在的精神力 已经接近了四品的程度 快要化为白银色 而他的体质 才堪堪达到三品第一脉的强度 想要让精神力 不再给肉身造成负荷 他必须要借用龙魔药剂 将体质提升到 接近或是达到四品强度的水准 而六品真菌级别的 龙魔精血提炼出来的龙魔药剂 一定是能行的 于娇娇问道 哎 龙魔药剂弄出来了 啊 是的 县功前辈正将药剂送来 宋书航点头道 两人说话间 咚咚咚的敲门声就传来了 宋书航打开房门 便看到县功局势叼着烟斗 站在门口 手中提着一个特殊的布袋 在那个布袋上 插满了一支支红色的试管状药剂 里面的药剂不时化为红色小龙 在试管中翻腾着 第607集 也许因为兴奋的原因 此时县功局势的脸显得更加通红 他从布袋上分出二十支龙魔药剂 装入另一支小布袋 递给宋书航 经历了数次折腾 这龙魔药剂终于是弄出来了 宋书航接过这小布袋 县功前辈 这龙魔药剂直接喝就可以了吗 直接喝就可以 不过在喝之前 我建议你最好先修炼一趟炼体功法 让浑身气血舒展开了 只要喝下去后 就能更快地吸收龙魔药剂的药效 县功局势叼着烟斗 喷出一道白烟提一道 那我服用前需要稀释一下药液吗 宋书航又问道 龙魔药剂等级很高 药力强劲 他担心自己直接服用的话 会不会有暴体而亡的危险呢 县功局势笑说 放心吧 龙魔药剂和其他丹药不同 药性没那么霸道 你服用时不需要稀释 只需减少服用剂量即可 若是我服用的话 一次要服用三支左右的龙魔药剂 等药力完全吸收后 方可继续服用 而你的话 一支龙魔药剂 分成十次服用就好 明白了 谢谢前辈 宋书航点了点头 他取出一支龙魔药剂 将其余的放入一寸缩小袋 那么县功前辈 我现在就去活动一下身体 然后服用龙魔药剂 书航有些迫不及待 只要体质提升上去 就能解决精神力过大的问题 到时他就不用再承受 小锤子砸脑袋的痛处了 所以啊 这个龙魔药剂越早服用越好 那我为你护法 县功居士点头道 这龙魔药剂是以变异龙魔的精血 入药提炼出来的 虽然药师说过 配置出来的龙魔药剂绝对没问题 但县功居士总感觉在服用这药剂时 还是要有人在身边护法比较好 以防万一吗 宋书航道 好啊 那就谢谢前辈 片刻后 宋书航 于娇娇 县功居士三人 来到了房间后方的空地上 这片空地很大 足够宋书航舒展筋骨 宋书航深呼吸 首先施展金刚基础拳法 这套拳法可是他修行之路的启蒙拳法 已经是大乘境界 以宋书航现在的等级境界 他施展这一套基础拳法时 已经不会有一丝沉重感 每一招每一事都如行云流水 轻松血液 金刚基础拳法过后 他又施展金刚扶摩拳 反复数次 一趟又一趟的拳法打完后 宋书航浑身气血终于舒展了开了 整个人的状态调整到了最佳 可以了 宋书航心中暗道 这时候县宫局势出声道 书航交友 差不多了 宋书航停止练拳吐出一口浊气 从怀中取出了龙魔药剂 在他身边 鱼娇娇递上了一只小杯子 十分之一的分量 可别喝多了 谢谢 宋书航嘻嘻一笑 接过小杯子 从龙魔药剂中倒出了十分之一的药液 收好龙魔药剂后 书航举杯 将其中的药液喝干 甜甜的 还有点苹果味 就跟喝普通的果汁一样 宋书航闭上眼睛 立刻运转真我冥想精 修饰在冥想状态 能更有效地吸收丹药的药力 大约三分钟后 宋书航疑惑地睁开了眼睛 诶 怪狼 龙魔药剂喝下去这么久了 怎么身体没有半点反应呢 没有那种火热药力上涌的感觉 也没有清凉之气变满全身的感觉 难道是我喝得太少了 关注着他的县宫局势也疑惑的 难道 书航小友你喝得太少了 要不 我再喝点试试 宋书航站起身来 伸手探入怀中 准备取出那支龙魔药剂再喝一点 但就在这时 宋书航突然感觉自己嘴里有点苦涩 随后连舌头也开始发麻起来 宋书航下意识地张开嘴巴 这就跟人吃了超辣的食物后 下意识地张口吸气的反应一样 是有反应了吗 县宫局势眼中一亮 宋书航正想开口回答 但当他开口说话时 感觉有东西从他嘴里喷了出来 是丝线 一条洁白的丝线 从宋书航的嘴里喷吐出来 人家蜘蛛侠是从手里喷丝 宋书航却是从嘴里吐丝 宋书航与娇娇 县宫局势都懵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从来没有听说过 喝下龙魔药剂的人会吐丝的呀 难道是体内的杂质 被龙魔药剂提炼出来 化为丝线 从嘴里喷吐出来 县宫局势猜测的 宋书航摇了摇头 他能感知得出 这些丝线不是他体内的杂质 然而 当他又想开口说话时 声音还没有从喉咙中发出 更长的丝线就从他嘴里喷吐出来 丝线是越喷越快了 到后来 随着宋书航的呼吸 嘴里的丝线就不断地喷吐 丝线是越来越长 转眼间 书航已经喷吐了近三米长的丝线 啊 我这是要变成春残了 宋书航苦笑 于佼佼眨了眨眼睛 书航 你有什么感觉 用传音入密的方式回答看看 宋书航点了点头 用群体传音入密答道 我感觉嘴里很苦 很辣 很麻 下意识地就想张着嘴巴 可一张嘴 丝线就不断地喷吐出来 无法停止 县宫局势皱着眉头 就这样 没有其他感觉 有没有感觉到体质变强了 或是力量变大了 这龙魔药剂 不会失败了吧 体质 似乎是增强了一点点 但没有增强太多 但我可以感觉到龙魔药剂的药力 现在才开始融入到我的身体 宋书航回答道 另外 我现在有种奇怪的冲动 于娇娇问道 奇怪的冲动 什么冲动啊 我想 结个 结 宋书航自己都不敢置信地回答道 但是他现在的脑海中 就是有这么个冲动 想要用嘴里吐出来的丝 结个剪 将自己包裹在其中 于娇娇无语了 县宫局势也是 怎么办 丝线越土越多了 宋书航传音道 几句话的时间里 他身前已经堆了一小堆的丝线 足有十来米长 于娇娇道 要不 你就结个剪试试呗 县宫局势想了想表示赞同 嗯 书航小友可以试试 我们都知道 虫子结剪后就能进行一次蜕变 说不定书航小友你结完剪后 等破剪而出时 体质也能完成一次蜕变呢 宋书航一脸黑线 县宫前辈说得好有道理啊 他完全无法反驳 所以 结个剪试试 那么问题来了 结剪要怎么结呢 身为二十一世纪的华夏大好青年 他从小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随后三年高中一年大学 他学习过天文地理 数学生物物理语文 外文历史化学机械 音乐美术体育思想品德等等等等 各种的学科 他掌握着海量繁杂的知识 有些知识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用上 这海量的知识都是人类先辈们珍贵的遗产 燃病卵呢 在这么多的知识中 却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能够告诉他 一个人要如何像虫子一样节俭呢 口中的丝线还在喷土中 宋书航却呆立着一动不动 鱼娇娇催促的 书航 别呆着不动啊 试试节俭啊 县宫居士等 书航小悠 你放心地节俭吧 有我在一边为你护法 不会出问题的 若是有生命危险 我可以第一时间打断你节俭的过程 宋书航摇了摇头 传音问道 嬌嬌 县宫前辈 你们谁能告诉我 人类要节俭的话 该怎么节呀 于娇娇和县宫居士一脸无语 然后余娇娇道 我虽然是蛟龙和人鱼的混血 但我不节俭 县宫居士喷出一口烟雾 我是纯正的人类修士 也不节俭 关键时刻 娇娇和县宫居士 都无法提供帮助 宋书航再次叹了口气 然后掏出了手机 他在手机上打开九州一号群 输入消息 与此同时 他嘴里的丝线 还在不断地喷涂着 九州一号群里 金刚君子叨道 这个点 群里还有前辈在线不 求问 有没有那位前辈知道 人类要节俭的话该怎么节呀 正在吐丝中 在线等 挺急的 第一个回复的 果然还是北河散人 北河散人的 书航小友啊 很抱歉呢 身为纯正的人类修士 我并不知道人类节俭要怎么节呀 PS 我感觉纯正的人类 并不会吐丝才对 再PS 关于节俭的问题 你可以问一问群里的要求道友啊 灭凤公子道 北河道友此言诧异 身为纯正的要求 我也不知道人类要怎么节俭才对 我感觉书航小友 应该要询问 虫类修士才对 雪狼洞主道 怒顶灭凤公子 焦霸针君道 怒顶灭凤公子加一 牺牲夫辅主道 我们群里 有虫类的要求前辈吗 狂刀三浪道 说起虫类修士的话 我们就应该要爱他灵蝶刀羽柔子了 灵蝶尊者肯定是从一条小青虫开始修炼 一直修炼成为了灵蝶的 对 肯定错不了 第六百零八集 北河散人回道 笨蛋三浪 灵蝶尊者是纯正的人类修士 快将你的发言撤回 系统提示 狂刀三浪撤回了一条消息 狂刀三浪道 还好撤得及时啊 但就在这时 灵蝶刀羽柔子冒头了 很抱歉啊 老夫是人类修士 灵蝶只是道号而已 另外 老夫不是小青虫 会不会让三浪道友有些失望啊 从语气就可以看出 灵蝶岛羽柔子的账号 又是他爸爸在挂机啊 现在的羽柔子 正在努力地制作杜劫阵法 几乎没时间上线聊天 他的账号都是灵蝶尊者在帮他挂机 狂刀三浪刚才在群里 爱他灵蝶岛羽柔子 当然就将灵蝶尊者给召唤出来了 狂刀三浪飞快回复的 不会不会不会 我怎么可能会失望呢 灵蝶前辈您是纯正的人类 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前辈 不知者无罪 不知者无罪 您是不会追究的对吧 灵蝶岛羽柔子发了个呵呵 他可是真真计较的灵蝶尊者呀 狂刀三浪再次被他记在了黑名单上 灵蝶尊者甚至已经想好了 到时候要怎么处理狂刀三浪 等九州一号群的电影拍完后 他就请雅各部导演再给他拍一部电影 电影的名字就叫做 我那放荡不羁的人生 主角呢就是狂刀三浪 电影的剧情就是将三浪道友 扔在波澜壮阔的海面上 各种巨浪各种翻腾 再扔到火山湖中 各种浪啊各种翻腾 灵蝶尊者保证 这部电影他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去拍摄 力求完美 九州一号群里 金刚君子叨叨 泪流满面表情 各位前辈别玩了 我是在说真的 我现在正在疯狂的吐丝中 求指导一下 人类要怎样才能将嘴里吐出的丝线 结成茧呢 这时白尊者现身了 书航 你为什么要结茧呢 金刚君子叨回道 因为 我心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驱使着我去结茧 白尊者打了六个点 金刚君子叨回道 主要是刚才 我喝了一些龙魔药剂 然后我就开始吐丝了 停都停不下来 对了白前辈 您会结茧吗 白尊者在宋书航的印象中 几乎是万能的 白尊者回道 很抱歉啊书航 修正方面你若是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给你解答 唯独结茧这种事 我没有学过 黄山真君回道 在结茧方面 我也没有什么可叫你的 书航小友 我无能为力 洛臣真君道 无能为力 加一 古狐冠真君道 无能为力 加二 明月几时有道 无能为力 加三 片刻时间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就怒刷了整整两个 聊天页面的水楼 还敢说自己没有专门 用来水群的小号分身 要是没有小号分身水群 为什么每天在线聊天 灌水的道友会有这么多呢 书航好想掀桌呀 难道他真的要去网上搜索个 残宝宝解茧视频 跟着边学边做吗 这时 灵蝶岛与柔子再次现身 书航小友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节俭 不过 你若要学习节俭的话 我可以派人去指点你 真的 谢谢灵蝶姐妹 灵蝶岛与柔子道 不客气 你现在还在电影的拍摄现场吗 是的 今天早上刚拍完了和空云霸有关的所有剧情 现在正在休息中 好 你稍等一会儿 我马上就让人去找你 灵蝶尊者虽然是纯正的人类修士 但他的灵蝶岛上处处是蝶类妖精 就连他的弟子中 也有数位是资质出色的蝶妖 这次 他派去帮助宋书航拍电影的下属中 就有好几只蝶妖 他的这些蝶妖下属 个个都有吐司节俭的经验 完全可以去指导书航 虽然蝶妖吐司节俭时都还是小虫子 还没有修成人形 并没有人形时吐司节俭的经验 但是这个时候了 有总比没有强吗 大约五六分钟后 一只巴掌大的彩蝶 朝着宋书航所在的位置飞来 和彩蝶一起过来的还有白尊者 白尊者刚才听到宋书航在吐司 还准备节俭 就感觉很好奇 所以特意过来看看 此时宋书航面前已经有了一大团的丝线 拉直的话足有上百米长了 真的是在吐司啊 白尊者好奇地蹲在宋书航面前 用一柄木剑戳了戳他吐出来的丝线 那丝线只有头发粗细 很轻 白尊者试着用木剑往丝线上轻轻一滑 但丝线竟然毫发无损 哦 韧性很强吗 白尊者又试着在木剑上附上剑气 才将丝线斩断 白尊这趟 玩得很开心的样子 而宋书航是哭笑不得呀 书航先生 你好 刚才灵蝶尊者通知我 让我前来教导书航先生 如何吐司接紧 这只小彩蝶拍打着翅膀 停在了宋书航面前 你好 宋书航传音道 因为嘴里的丝线还在源源不断地喷吐 他只能通过传音入密的方式和人打招呼 书航先生 你可以叫我九姑 这是尊者给我起的名字 彩蝶九姑嘻嘻笑着 同时很好奇地盯着宋书航 惠吐司的妖修他见得多了 但惠吐司的人类修饰 他也还是第一次见的 宋书航的 九姑 好名字呀 九姑 我要节俭的话要怎么做呀 灵蝶尊者竟然还给灵蝶岛的蝶妖们 都起过名字吗 灵蝶岛上的蝶妖那么多 尊者启国的名字他自己都能记得住吗 一边的余娇娇姑娘打开了手机的录影功能 准备将宋书航节俭的画面给拍摄下来 九姑问他 说起节俭的话 第一步应该是找个能节俭的好地方 书航先生 你准备在哪里接见 要不先回房间吧 言罢 宋书航指尖凝聚液化真气 并指成刀轻轻一划 将自己嘴里不断喷土的丝线划断 众人回到了宋书航休息的房间 彩蝶九姑打量了一下整个房间 书航先生 你想要在房间的哪里接俭呢 依我看的话 墙壁的四个夹角 或是天花板的夹角 都是很适合接俭的地方 有夹角的地方 比较容易载起捡网 可以作为接俭的支撑 让捡不会掉落 宋书航传音问道 我可以选择躺在床上接俭吗 他总感觉在夹角接网很不安全 他又不是小虫子 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呢 天花板的夹角就更不用说了 彩蝶九姑道 应该可以 不过还是要将床移到房间的角落 处于夹角的位置 这样才比较方便接俭 宋书航还没回答 边上的白尊者县宫居士余娇娇 已经主动将他的床 推到了房间的夹角 白尊者县宫居士 还有余娇娇的眼中都充满着好奇 就等着宋书航节俭呢 特别是县宫居士 此刻的他目光专注 正在暗中学习 因为县宫居士到时候也是要和龙魔药剂的 说不定到时候 他也要和宋书航一样 节个俭啥的 所以嘛 有备无患 既多不压身嘛 多学点知识准没错的 宋书航却是一脸无奈呀 心中默默叹了口气 他按照彩蝶九姑的指导 爬到床上靠在墙壁夹角位置 彩蝶九姑道 书航先生 你试试看 能不能将你土的丝 粘到墙壁上 如果能的话 你就在夹角的墙壁上 来回地粘上丝线 结成剪网 作为支架 我试一试吧 宋书航答道 他试着将丝线粘到墙壁上 诶 还真粘上了 而且粘得还很牢 就在丝线成功粘上的一瞬间 宋书航心中却隐隐有些失路 还有一种错觉 从今天起 或许他就和纯正的人类拜拜了 他连忙摇了摇头 将这种感觉从脑海中驱散 在彩蝶九姑的细心指导下 宋书航用丝线在墙壁上 东粘一条 西粘一根 很快就完成了 节俭的第一个步骤 剪网 这个过程中 宋书航不可能像残忆一样 只用嘴巴 他还时不时地需要用双手 协助去粘这些丝线 书航先生 他又有节俭的天赋嘛 剪网剪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接 永称 彩蝶九姑笑道 接下来 他指点着宋书航 开始用特殊的方式吐丝 一开始是C型吐丝法 然后到S型吐丝法 最后又变成了八字型吐丝法 整个过程没有节奏和规律 显得很凌乱 在九姑手把手的指点下 很快 一层柔软蓬松的剪丝层就完成了 这就是剪的外表部分 永称 好神奇啊 吐着吐着 就能结出这么大的一团东西了呀 而且 看上去很柔软的样子 白尊者搬了张椅子坐下 目不转睛地盯着吐丝中的书航 余娇娇道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查查 书航的祖先钟 会不会有哪位仙祖 是残累成精的要修啊 县功居士不知从哪 掏出一台摄像机 全程开始录制起来 他机智地没有参与这个话题 说不定吗 再等一会儿 就轮到他要节俭了 白尊者的 书航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感觉 我感觉自己已经不是人类了 而且 我 我感觉有些口渴 口渴的原因是因为宋书航一直在吐丝 他又不是残腰或是毛毛虫腰 喷吐了这么久的丝 自然会口干舌燥啊 除了口渴外 宋书航还感觉有些头晕 节俭是个技术活 不仅仅是将丝从嘴里喷吐出来就能完事 节俭衬时 一会儿要C型吐丝法 一会儿要S型吐丝法 最后又变成了八字型吐丝法 而且宋书航还不时地需要伸出双手 将丝线的位置固定好 宋书航头都转晕了 话说 为吗我要这样受罪啊 对了 我是为了让体质提尸上去 所以喝了龙窝药剂 可恶啊 要不是为了让自己的体质增强 我分分钟就要献猪啊 姐姐这种事情是人类能干的事情吗 这简直就是抢人所难吗 宋书航感觉自己转得太久 连思维速度都慢了半拍 余娇娇嘻嘻笑道 书航 你要不要喝点水啊 不过 看你这个样子也喝不了水 还是等你结完检后再说吧 宋书航翻了个白眼 书航先生 请再坚持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最后的阶段了 正式节俭 说实话 我很期待 书航先生 会劫出怎样的检来呢 彩蝶九姑笑道 言罢 他指挥着宋书航开始节俭的最后一步 一般的家残节俭需要两天两夜的时间 不过宋书航又不是家残 再加上三品修饰的速度 在彩蝶九姑的指导下 他掌握了节俭的技巧后 节俭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他以双手辅助 嘴里的丝飞快喷涂 半个小时后 一个高达两米的巨茧轮廓 就被宋书航编织出来 接下来就是不断地加厚茧的厚度 一直等到嘴里不在吐丝为止 节俭就算成功了 透过薄薄的茧壁 众人能看到在这个茧里面 宋书航正飞快地转动的身形 哇 节俭看上去也很辛苦呢 真厉害啊 白尊者双眼发亮 他伸出手来 想要上去戳一戳这个大茧 一边的彩蝶九姑 连忙制止了白尊者 白前辈 现在请不要戳这茧 茧现在很很薄 你一戳的话会凹进去 让茧变得有瑕疵的 白前辈不好意思地 干笑了一下 缩回自己的手指 他现在对节俭充满着好奇 嘿嘿 节俭很有趣啊 此时 于娇娇嘻嘻嘻一笑 停止了手机视频的拍摄 从宋书航开始节俭到现在 他一共拍了五个小段的视频 第一个视频是宋书航在墙壁夹角 编辑简网支架的视频 第二个视频是简网架构完成 宋书航开始编织永衬的视频 第三个视频是永衬边玩开始节俭 第四个和第五个视频都是节俭的过程 第五个视频的末尾时 书航正好节完大简的轮廓 一个近两米的巨简出现在视频中 然后他将这五个小视频发到了群里 前不久于娇娇也加入了九州一号群的 鲜鱼屎道 书航道友节俭片段已经发布 另外我会将这几个视频打包放在群宫下 鲜鱼屎就是于娇娇的昵称 北河散人道 娇娇姑娘干得漂亮 西生服服主道 长姿势了 原来人类还可以这样节俭 下回如果再有人问我 纯正的人类修饰要怎么节俭 我就可以将这几个视频转发给她 破阳几郭大发了个萌萌狗头表情 灭凤公子道 竟然真的在吐司啊 乐死我了 书房下有吐司的模样真的是太有趣了 我很想知道她破茧而出的模样 破阳几郭大发了个怒缩楼上狗头的表情 灭凤公子发了六个点 破阳几郭大道 灭凤你讲个毛楼啊 搞得我自黑都失败了 灭凤公子道 你觉得我会稀罕抢你的狗头楼吗 混蛋 破阳几郭大道 再来一次 萌萌的狗头表情 天天捣住的 我专门等郭大笨蛋自黑完后再发消息 爱在鲜鱼室 叫家姑娘 拍个书行小友节俭的完整版 五个小视频中间差了很多节俭过程 过程不完整怎么行呢 破阳几郭大又发了个怒挫楼上狗头表情 天天捣住十六个点啊 天天副捣住的 我愚蠢的哥哥有 你还是抢楼了 你的狗头被郭大怒搓了 破阳几郭大道 怒了 天天你也抢个毛的楼啊 不要再打断我自黑了啊 再打断我自黑我就翻脸了 天天捣住的 郭大笨蛋 你以为我想打断你自黑吗 我狗头都被你搓了呀 天天捣住又补充的 呸呸呸呸呸呸呸 我才不是狗头 鲜鱼屎道 完整版的要拍好几个小时 我用手机拍摄不方便 不过 县公前辈正在录影 到时候他手里会有个完整版的 让他上船就好了 卑河散人道 县公前辈干得漂亮 破阳几郭大道 谁都别在插楼了啊 最后一次 萌萌狗头表情 我是黄山大人的中犬道 强势插楼 我是萌萌的豆豆 我为自己代言 萌萌 破阳几郭大发了个怒搓楼上狗头表情 我是黄山大人的中犬道 写搓 搓得我的狗头好舒服呀 萌萌 破阳几郭大 北河散人 灭凤公子 还有田田岛主 都打了六个点 哎 狗智剑则无敌呀 众人已经可以想象得出 一只精疤正在飞快敲着电脑键盘 一脸得意洋洋的画面 破阳几郭大道 豆豆你故意的 你这只笨狗 我是黄山大人的中犬道 嘿嘿嘿 被你看出来了 我就是故意的 来错呀 我的狗头可以给你错呦 如果你不服 可以来咬我呀 咬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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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阳几郭大道 豆豆你羞咬小掌 等黄山正军抓到东方晋雪仙子后 赶来此地 将你嫁出去是有你姑的时候 来呀 护下伤害谁不会呀 我是黄山大人的中犬 发了六个点 田田岛主道 说起这个 我一直很好奇啊 豆豆不是雄性的金巴吗 为什么他要被嫁出去 要娶豆豆的又是谁呢 田田副岛主道 我也很好奇啊 一直见到黄山前辈在张罗这婚礼 但是关于新郎是谁 我们却依我所知 悲和散人道 话说 豆豆 你不会是豆豆 雌性吧 我是黄山大人的忠权道 怎么可能嘛 我有小弟弟的好吗 我肯定是豆豆雄性嘛 狂刀三浪道 会不会是黄山神军有什么禁忌的法术 要将豆豆从豆豆雄性变成豆豆雌性呢 七声夫辅主道 我感觉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黄山前辈一直神神秘秘的 他就算掌握了这种禁忌法术 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啊 我是黄山大人的忠权道 喂 你们 你别吓我啊 雪狼洞主道 豆豆 节哀呀 狂刀三浪道 其实呢 那若是黄山前辈真的有这么一种禁忌法术的话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要将这种法术 用在群里的一位前辈身上 北河三人先是一愣 然后飞快地在键盘上敲打 用到群里的一位前辈身上 等一下三浪你别说出来呀 你今天已经不能再作死了 再作下去会死的呀 但北河三人还没有将这句话发出去呢 九州一号群中 大难不死必有后果的同挂道 三浪雄说的前辈是谁呢 狂刀三浪道 那还用问吗 必须是白尊者呀 北河三人无语了 然后北河三人默默地将自己聊天框中的消息给删除掉了 无忧三浪啊 这次我救不了你了呀 话说 同挂这家伙不是正被灭凤古狐冠真君 云游僧同学等几位盗友追杀吗 怎么还有机会上线水群呢 正当北河三人疑惑之际 九州一号群里灭凤公子飞快地发言 怎么回事 同挂这家伙不是被我们绑着在吊打吗 他是怎么上线水群的 云游僧同学发了个目瞪口呆表情 古狐冠真君道 不好 是金蝉脱鞘之计 我们中计了 被我吊打的可能是同挂的某个分身 该死 竟然真的是傀儡 我们被骗了 灭凤公子道 该死 同挂什么时候用了傀儡替身了 这时北河三人却皱起眉头 思索起来 然后他飞快地在群里输入 古狐冠道友 蜜蜂道友 你们先别急 我建议啊 你们先仔细检查一下被你们吊打的傀儡同挂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傀儡 说不定 被吊打的才是黑挂的真身 只是他悄悄易融成傀儡的模样 让道友们心中产生误会 而在水群的才是分身傀儡之类的东西 他未求脱身 固步一阵呢 北河三人不愧是同挂仙师的终生大敌 所谓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 而是你的敌人 同挂仙师和北河三人双方对彼此了如指掌 只要换位思考一下 往往就能识破对方的诡计和阴谋 灭凤公子道 北河道友说的好有道理 几位道友 我们再仔细检查一下 古狐冠真君道 有道理 同挂道友的易融术天下无双 不得不防 于是 在吊打同挂的道友们 纷纷各式手段在仪式傀儡的同挂身上检测下了 片刻后 九州一号群中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同挂道 北河 北河你给我记住了 九月初的紫禁之殿 我要打到你归地求饶 哭着要我放过你 第六百一十集 果然被吊打的同挂傀儡是真身 水群的那个才是分身或傀儡 同挂仙师的计划被北河散人看透 储儡 北河散人微微一笑 这句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到时候被打到哭着求饶的人一定是你 算黑挂的 我们走着想 正说话间 九州一号群里又有人发了消息 狂刀三浪的 白鲜薇 我错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然后度假山庄的天空中 响起了一声嘹亮的惨叫声 狂刀三浪冲天而起 化为了一颗明亮的星星 大风车旋转 渐刃风暴旋转 超速飞舞 急停转弯 各种花式飞行技巧 伴随着三浪的惨叫声 越飞越远 消失在众道友的目光中 这么经典的飞行方式 显然是出自于白尊者的 一次性流星剑系列了 雪狼洞主问他 呜 三浪飞天了 焦霸真军道 被白刀友飞了吧 毕竟这次三浪太作了 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白刀友 我提议 不如直接将三浪飞到太阳里去吧 焦霸真军看似在扮演恶人的角色 可其实他是在给三浪求情啊 他这样说的话 白尊者就不好拉下脸 真将狂刀三浪发到太阳里去了 白尊者回道 放心吧 我并没有要将三浪道友送到太阳的打算 而且 将三浪道友送到宇宙中也没什么意义 他这个人 就算是在宇宙中 也能玩得很欢欢 众道友看到这里 在意想狂刀三浪的性格 哎 还真没错 三浪是那种 无论将他丢到什么环境中 他都能找机会浪起来的人 就算是宇宙中 他也一定能找到作死的方法 白尊者接着道 所以 我将他送往我以前发现的一个秘境中去了 那是个很有趣的秘境 现在也是我的度假山庄之一 我给它取名叫迟钝秘境 凡是进入这个秘境中的人 一切的动作都会被无限的放缓 比如说 你想要踏出一步 这个动作在迟钝秘境中 却需要15秒左右的时间 15秒 你才能够完成抬腿 起步 脚掌落地 这一系列的动作 无论你使用什么手段 爆发真气或是灵力 想要加快自己的动作 在这个秘境中都没有效果 踏出一步 无论是谁 都需要固定的15秒 白前辈 您的度假山庄到底有多少个呢 北河散然听到这里时好奇的 白前辈 这是时间减缓性的秘境吗 不 和时间没任何关系 只是单纯的迟钝效果 人们在进入其中时 自身的时间流逝不会改变 思维速度也不会改变 白尊者解释道 北河散人道 也就是说 三浪兄进入迟钝秘境后 思绪速度不变 但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被限制到最慢的速度 走一步要15秒 抬个手也要十几秒 对 正是如此 密封公子听到这里 乐了 这对三浪来说 就是最残忍的事情了呀 爱作死的人 一般也比较好动 正因为他们闲不住 特别好动 才能够发现别人 无法发现的作死点 从而做出 常人无法想象的作死事件 三浪如果被送到 那个迟钝秘境 最多半天 他就会无聊到崩溃 云游四通全 发了个大拇指表情 括号 马路噩梦 东方六仙子道 把钱被干得漂亮 早期应该扔三浪 去这尺度秘境 让他醒醒脑子了 三浪的作死病 最新太严重了 要制止 北河散人道 东方六道友 你的称号又变了 马路噩梦 东方六仙子 发了六个点 呃 片刻后 阔虎 再改我称号 我就发火了 阔虎 东方六仙子道 到底是谁啊 成天改我的称号 马路杀手这个梗 一点都不有趣啊 我已经在苦练车系了 已经不会轻易 撞到别人了 刘盈先子道 了了 我听说 造化访问直播那天 你在停车场倒车时 将松手航小友的车屁股 给撞烂了 阔虎 再改我称号 我就发火了 阔虎 东方六仙子道 呃 刘云仙子 人间不差啊 有些事一旦说出口 有意的小船 说翻就翻啦 北河三人 连忙解围 说起造化法王 哎 法王现在人呢 早上时我看他似乎神神秘秘的过来 我本以为群里会有道友找他算账呢 但怎么不见踪影了 七生福福主道 造化道友不会是在想大家演戏的时候开直播吧 为电影剧情配个背景音乐啥的 灭凤公子的 喂 别说这么可怕的事情啊 爱他造化法王 造化道友你现在在干嘛 不会真的要开枪了吧 造化法王很快就现身了 嘿嘿嘿 秘密 我操 造化道友 你不会真的想开唱吧 想唱的话 提前说一声啊 我好先将听觉给封闭掉啊 北河三人有些担心道 造化法王道 放心吧 我又不是三浪和同挂 我只是喜欢唱歌 但不会作死的 但就算造化法王如此保证 九中一号群的道友心里还是很慌 有几位道友已经在准备读耳朵的道具 有人在考虑明天拍戏时 要不要一直封闭听力 从造化法王发完消息后 因为没有新话题 九中一号群渐渐安静下来 又过了五分钟后 群里依旧静悄悄的 似乎大家都休息了 这时候 破阳几郭大终于抓住时机冒泡 嘿嘿嘿 这次总不会有人打扰我了吧 看我的 萌萌狗头表情 北河散人道 哎 怎么突然都安静下来了 难道大家都去看宋书航小友节俭了吗 破阳几郭大发了个怒错楼上狗头表情 北河散人六个点 破阳几郭大都 北河导游 你们呀 北河散人哭笑不得 冤枉啊 他只是看到群里静了这么久 感觉有点不适应 于是发了一条消息 可是没想到竟然会中招啊 而且 郭大盗友 我也不稀罕抢你的挫狗头楼啊 更远的食物 我的狗头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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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 我的头都被你给挫了 还要为你臭骂一顿 心好伤啊 破阳几郭大道 不完了 睡觉去了 晚安北河道友 今天真是邪门 火大 北河散人道 国大道友 晚安啊 就这样 九州一号群众又安静了下来 大约五分钟之后 破阳几国大突然再次现身 回马枪 看我的萌萌狗头表情 我是黄山大人的中拳道 嘿嘿 等的就是你 强势插入 怒挫楼上狗头表情 我是黄山大人的中拳 闪电消息二连发 愚蠢的凡人呐 本豆豆就知道你还会刷个回马枪 早就在这里埋伏着等你了 看本豆豆大爆爪速 一下子就抢了你的搓狗头咯 嘿不用谢我 这些都是我早就打好复制粘贴的 半晌后 破阳几国大发了个怒挫楼上狗头表情 破阳几国大道 我擦网络延迟 破阳几国大道 豆豆 你给我记住了 今天你抢了我两次了 下次见面我绝不饶你 我是黄山大人的中拳道 还是那句话不服就干 来做我的狗头呀 来咬我呀 咬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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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兜兜日的 真不完了 谁就去了 新一生 破阳几国大道 我是黄山大人的中拳道 嘿嘿 晚安 国大道友 另外我提醒你哦 我今天晚上没事干 就守在电脑前面了 臭你刚才那句兜兜日的 今晚只要是你发的搓狗楼 我就抢定了 晦气 豆豆你快点嫁人报 破阳几国大咬牙道 我是黄山大人的中拳道 来呀 继续啊 来互相伤害呀 谁怕谁呀 北河散人打了六个点后说的 哎呀 总感觉 这个群没救了呀 北河散人话音刚露 黄山真军猛然现身 啊 北河道友你也感觉到了 我最近一直感觉 这个群要玩 已经无药可救 我好想将它解散掉啊 北河散人发了个惊呆了的表情 臣军 你可别想不开啊 我们只是开玩笑的 九州一号群有它存在的必要啊 没了这个群 北河散人还要到哪里去水群呢 黄山真军这话又将大堆的潜水道友炸了出来 灭凤公子道 志军 我感觉九州一号群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明月几时有道 黄山道友 我为九州一号群蓄一秒 别想不开呀 白河真军同样叫道 道友 手下留情啊 没了这个群 他还怎么掌握白尊者的行动呢 黄山真军道 不和你们扯皮了 我继续去抓东方静雪仙子了 真军说完就下线去了 如何制止群里道友不停的浪 不断的作死 方法一 先吓吓他们 让他们知道不停的浪作死下去 会有严重的后果 黄山真军感觉自己是个合格的群主 他一定会将九州一号群里的不良风气制止的 另一边 宋书航休息的房间中 宋书航的节俭过程已经接近尾声了 去前已经越节越后 围观的九州一号群前辈们 已经无法用肉眼看到宋书航的身影了 不忍畅